9月16日由田庆星指导刘晓庆主演的话剧《风华绝代》 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刘晓庆当众喊无放行鼻涕 完全不顾及形象 婚后首次现身的刘晓庆 身穿一系大红连衣裙 现身一出场就被现场媒体团团围住 采访话题也围绕其婚姻生活展开 今天气色特别好 是婚后的生活特别甜蜜 老公会来看这个100场吗 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 一向见惯大场面的刘晓庆 也似乎有些被吓到 不过在大家的再三追问下 她首次面对媒体简单探知老公 本来我们是想悄悄地举行吧 后来新郎越来越多 就只有暴露 从此以后就是说 我的家庭生活不再参与我的工作 而且还有呢 我觉得我的老公很怕你们的 他很低调 而且他是一个政治 反正是这个政协委员这种人物 他不会这些事情 你们就放过他吧 谢谢 谢谢大家放过他 抓住我就可以了 此前有消息称刘晓庆 即将于本月18日 在政协礼堂祭办婚礼 当日刘晓庆并未否认 称海的安排 那您有18号那天是怀念 还是有别的安排呢 18号那天 18号有访问 不是说您18号准备在就协礼堂 提办婚礼吗 国内的这边 这个事我说一下 这个事根本就不是一事 希望咱们提别的 好不好 抓紧啊 没有还在安排 还在安排 还在安排 贪疾王妃李亚鹏的婚便 曾有过三段婚姻经历的刘晓庆 表示自己深有体会 希望大家能尊重他们的选择 我深很有体会 就是让他们安静一下 本来就挺不开心的 而且人家自己 双方都这么选择了 就尊重他们的选择吧 肯定有很多 他们自己的原因 是旁人并不知道的 有些人选择走进婚姻 有些人选择结束婚姻 这都是他们个人的意愿 我们就支持他们吧